幫你鼓掌到 雨欽 可能好像多潔是不是 他覺得賴兵德肯定是 做對了是什麼 他做對了 別人做錯了 其實不是這樣 主要是樹灘啦 政黨下跌 他總統卻加分 哪一天 他突然就覺得 拿出來宣布核心演藝 得分 他力比較不讚 講這個我不會去聽啦 因為毫無意義啦 因為葉子時代最強的人嘛 到底有什麼好聽的 從日前公布的民調 賴清德已經連續三個月 信任度是55.2% 執政滿意度是52% 都是上升的 那他的不信任度 跟不滿意度 都明顯下滑 你剛剛下的節目 華偉漢他其實也特別去分析 他說在對比上禮拜的 進電視民調的話 賴清德滿意度52.9 4成的得票 卻有超過5成的滿意度 他覺得賴清德肯定是 做對了些什麼 那他裡面有講 他認為做對了 第一件事情是抗中反併吞啦 那還有第二就是素灘不留情 第三是清明真認同 這三大點亮哥你聽了覺得 我覺得主要是素灘啦 因為就是鄭文燦 那個總統 總統在我們這個政治體系裡面 是相對比較容易得分的 那只要他有時候做出一些 跟自己的政黨有區分 甚至切割 然後符合主流民意的事情 他就容易得分 比如說舉例啦 比如說金門 這次這個事情告一個段落 那也算是一個 就是談判嘛 這個也可以收割到LINE的表 當然會 因為是兩岸 那他對比的就是蔡英文 因為2月14號造成啊 那你都沒有處理啊 那鄭文燦當然也是嘛 所以你去看 因為美麗島民調也有做到政黨民調 民進黨是下跌啊 就是政黨下跌 那總統卻加分 那現在舉例啦 比如說國民黨不是要幫 這個 那個民進黨去解套那個河山 研議嗎 那你如果修那個法 我們假設啦 那賴清德就把他放著嘛 那哪一天他突然就覺得啊 出來宣布河山研議啊 會得分 因為我們台灣支持河山研議的 有64% 就是 那他事實上也留了這個活旗哦 你看他繼續讓童子賢那邊講話 他繼續讓他當氣候變身的副主委 對不對 那他就講了一個話說 李立委就講你的啦 童子賢也講他的啦 他不表態 可是他這種牌一直玩會玩到爛啊 總是好像讓你覺得了無氣 大家突然說 你覺得你好棒這樣子 大家會 沒有辦法 因為這個社會本來就有他的公道 多數的那種立場嘛 比如說司法 司法就是嘛 比如說 我再舉另外一個例子 比如說台南光電案 如果他到時候也辦出一個案子 那也會得分 因為可能就是抓到民進黨 那如果他今天在 如果都是抓國民黨 不一定得分 那如果他今天在國會改革 他就是讓你視線全部給他打掉 說就是反正就違憲 可是他在死刑的存費裡面 他突然就站在說 我認為還是要有死刑 這個議題倒沒有那麼 因為這個黨派 每一個黨派都一樣啊 只有你民進黨 對啦 我同意你的意思啊 就是說 就是 逆著民進黨的立場在做 某些部分 符合主流民意的事啦 對 對呀民進黨的費死本來就是少數啊 就是主流民意並不支持啊 是啊 那人家就會越來越覺得你走到中間啊 這個就是我們所講的 走到中間的理論啊 那這個最容易走的就是總統本人嘛 這個 他比國會議員容易的多嘛 對 容易的多因為 他不用介入每件事嘛 比如說卓榮大人他要介入每件事 因為他是行政院長 那很多都是屁事嘛 那你不可能躲嘛 那可是總統可以躲 所以總統可以比較不沾 壞事跟我無關 都是行政院去 去擔那個過失啦 可是比起來蔡英文才是那個最不沾的人啊 就是賴反很喜歡自己 對可是 蔡英文因為他國會過半啊 然後蔡英文 蔡英文他也比較少像賴清德這個狀況 因為 蔡英文任內 他的民調一直都很高 因為他本來就過半啊 國民黨幾乎是趴在地上 所以沒有所謂高不高啊 他怎麼樣都超過50啊 那我反過來問你 你現在剛剛是講說賴清德是靠一些 賴清德現在超過50 對他靠一些招數 讓大家可能原本了無期待 可是他如果突然做了一個什麼 你就會更覺得 哇因為你沒有期待 反而就會如果他做對了 你就會激起一波這個掌勢 也不是叫期待 就是說 哎你終於順民意走了 那也就是原本是覺得 你不違反民意嗎 我原本就賴在那邊嗎 我覺得反正社會就這樣也不會改變 他如果突然做了一點改變 你就會覺得好棒好棒 可是那好我反過來問你 可是要持續 這一份民調的真假 你信 因為美麗島 他做賴清德一直都沒有很低啦 他事實上沒有 因為我覺得靖其實 我就沒有想要特別拉進來一起綜合評估了 因為靖的第一個他 也沒有什麼過去的脈絡可循嘛 那再來就他的操作痕跡 其實一直都蠻明顯的 美麗島一開始做賴清德5月就做了嘛 那個時候賴還沒有50啊 還沒有嘛 那是到6月好像變成53 他是慢慢增高嘛 慢慢增高嘛 但這個其實也沒什麼 其實 那個你本來就執政的蜜月期 事實上是很容易超過60的 所以你如果從比較的角度看 他並不強 因為蔡英文第一個月就超過60啊 對啊所以他並沒有很強啊 所以 你也不要從這個角度去說 國民黨跟民眾黨是不是做錯了什麼 這樣來談好像怪怪的 對 說他做對了別人做錯了 其實不是這樣 因為他那個位置是容易得分的 你要知道 那國民黨 你雖然國會改革有得分 那可是 你還很多屁事你會失分啊 因為 你能夠得分的地方就只有立法院嘛 對 那立法院你一定會有一些人 做了某些行為嘛 那人家還是籠統的歸於國民黨 就這樣 製水的部分再加進來 因為他這個這次應該是 沒做到製水的期間 你覺得製水有扣分嗎 有傷嗎 你如果跟賴清德喔 對賴清德 那個人家會覺得那是縣市長的事啊 我不認為那個會歸到中央 那30公分 那那個 那個 那個沒有變成政策啦 只是嘴巴在講 那你可以說他 就是 就講錯了吧 因為光是一個車子的輪胎 就超過30公分 對啊 對不對 所以那個 就這樣子而已 是啊 是啊 我總統這個級別 要嘛就講了一個 極大的錯話啦 那引起了動盪 蔡英文時期有任何講的 極大的錯話過嗎 在你有影響嗎 去跟你老闆說嗎 就是你的頭 騙頭啊 你再大聲一點 然後 我覺得那個還好 因為那個 這種 一兩句話的 我覺得這個影響都不會持久 有的一定是做某件事 比如說辦了這文燦 這就不是講句話而已 你一定要辦到 把他關為止啊 對不對 所以應該是一件事 或某個政策這樣 我覺得我跟你講 抗中反併吞是 賴清德 從政之後就一直的立場 他哪有額外做 那個根本就不是這樣 這個 抗中反併吞 你可以說台灣有一定的常數啦 可是那個最多就是事實啊 就是這樣 也不可能讓你到55啊 對 不可能啊 對 猛打這個 抗中牌到底實際上的作為有沒有效啦 就是我們知道他參加這個 峰會的時候發表的談話 那我們知道其實這個活動本來就是一個非常 反中 非常反中 抗中的一個聚會 那他裡面呢 昨天先講了 中國是威權主義 後來又說中國是世界的威脅 又說要撐起民主的保護傘 我今天看到一篇報導裡面 平面下的標非常好 叫做台灣好像已經因為他站在新冷戰格局的最前線 不過這個組織本來就是反中聯盟嘛 他是會讓大陸覺得聽到有什麼感的嗎 還是就是你們隨便小票自己在那邊叫叫叫 那個是國會的聯盟啊 誰理你啊 當然大陸還是會回應啊 可是 那個這些議員 我們隨便講好了 歐洲議會 700個議員 也有200個反中啊 那你如果真的影響那麼大 你怎麼不回去影響你們的行政部門 嗯 事實上這些國家的行政部門 都沒有 都沒有就是一面倒在做這個事嘛 他們還是會去 兼顧他的國家利益嘛 跟中國有往來嘛 所以講這個 其實 總統去出席 那個國際的國會議員的一個會議啊 這表示他沒有地方去了 因為不會有行政部門 我們來領國家嘛 嗯 那 今年特殊是因為他在台灣辦 對 為什麼通常都是會員國 為什麼會議員 因為我們今年入會 啊 那起來起來就是 還這麼好 一入會馬上就來你們這邊辦啊 因為我們出了錢啊 不然你以為我們那個 韓國瑜那個民主基金會 不然你以為卡他們要卡什麼 對啊 當然是這樣啊 為什麼他對那個執行長 特別在意 滷業中 因為 真正在執行這個 就是外交部配合民主基金會的執行長在弄啊 因為這個團體就是 本來就是反中團體嘛 我早就在節目講過了 我說 事實上這個還不算最敏感的 最敏感的 好不好還有什麼西藏啊 新疆啊 那種的啊 嗯 那 那就是 就是啊 就是一個 國會議員的 或者是人民團體的嘛 那這種 這種你就把它當做大內宣啊 就這樣啦 就是 找一些 本來立場就跟你差不多的人 然後來台灣 搞一個盛會嘛 然後綠媒再擴到報導嘛 就這樣嘛 那就讓你 誤以為台灣變成世界的中心嘛 這樣嘛 這沒有人在報導的啦 你去看外媒啦 誰在報導IPSE 沒有啦 就很自嗨 本來就是啊 可是你說如果找很多都跑來出席了 不啦 因為這是我們的場啊 我們台灣辦的 這個局本來就是要做給這種場面看的 就台灣辦的啊 那就是沒有啊 這個就是 會 還是會影響到本來支持他的人啊 就這樣啦 嗯 那我覺得賴清德大概已經 已經 已經篤定要這樣幹了啦 就是說 那個事務性的啊 可以交流啦 示善意 那這個 就讓邱璀正梁文儉去弄 那到了最高的 國家定位啦 民主同盟啊 這一類的 意識形態問題 就讓賴清德去講 他就非常堅定 對 一點都不動 好 那 這個 最高層的 國家定位 用意識形態定調嘛 然後最 這個 事務性的議題讓 陸委會那邊到處展露彈性嘛 就這樣 兩個是完全分裂啦 嗯 他其實原本他的主題叫做四大和平之主 可是你從內文完全看不到還有什麼四大和平啊 本來清德講這個我不會去聽啦 因為毫無意義啦 其實也沒有人會去認真聽啦 因為這個跟那個舅直眼說不一樣啦 對 這個是對那個場合講的話嘛 那那一群人本來就是意識形態最強的人嘛 那有什麼好聽啊 我真的對他的國慶越來越擔心咧 國慶文告 也還好啦 我覺得 我覺得 中國大陸大概已經對他定完信了啦 除非你做法理台獨啦 不然也不會 對 反正就是照本宣哥這樣而已啦 他就把你當作一隻會叫 不就是照本宣哥啊 你講什麼我就 照原來那個調子來回應啊 那除非你有做法理台獨的動作啊 不然我就懶得管你了 這個也不叫不理啦 會回應啊 就是反正你給我一個說帖啊 我們就一直在那邊來來回回這樣子 外交部可能也會回應啊 對啊 就是接下來我們的日子可能就這樣過 除非他真的走 可是他也不會走法理台獨啦 不會 對啊 大家都說我變漂亮了 其實是氣色好 肌膚保濕做得好 氣色自然漂亮 我選擇 KS皇家呵護 蘆薈保濕舒緩凝膠 因為他用國際蘆薈協會認證 高品質的酷拉索蘆薈 還有大量的黏多糖體 類似於玻尿酸 可以幫助鎖住皮膚水分 讓肌膚長時間保持水嫩 還運用TTS技術 增強蘆薈的生物活性 修復舒緩日曬後的各種不適 KS皇家呵護蘆薈保濕舒緩凝膠 幫助您隨時擁有水潤肌好氣色 呵護您呵護全家人 專屬你的KSRoyal Care 我們都一起做一次 C�成功 C�成功 Cic上層 Ca成功 Ci is a